站坐陀螺 兩位議員實際坐上遊具體驗 卻發現轉速太快 擔心小孩會摔下來 相當危險 那如果有時候小朋友 他們一群嘛 他們玩的時候 不記得要符號或什麼 其實是會比較危險 而且小朋友喜歡 喜歡玩轉圈圈的遊戲 所以這個可能 最好稍微調整一下 不僅遊具旋轉速度太快 議員還接獲民眾陳情 有孩子玩溜滑梯 溜到一半居然會卡住 甚至欄杆出現缺口 焊點凸起 樓梯高低差過大 畢竟這個地方真的高低差比較大 然後他們是認為這個本來是一個 座位區 就有點像看台這個概念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怎麼樣讓這裡的安全性 能夠得到確保 我覺得還是 還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小朋友 小朋友一定會在這邊移動 很明顯 那一邊看得出來 階梯比較小街 他們要移動 是那個 可是小朋友他不能跑到那邊去 剛啟用不久的 基隆市中正公園遊戲場 很受到歡迎 儘管是大熱天 下午時段 還是有家長帶著孩子 前來體驗新的設施 但有民眾向民進黨議員陳情 希望設施安全能夠再做仔細一點 感覺可以設一個休息 對 因為家長可以在旁邊看著 像現在的話是還好 但如果真的是到震多的時候 小朋友跟家長如果都擠在那邊的話 可能會比較危險 那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驗收的時候 是不是這種缺口什麼的都要補足 那造成小朋友如果萬一 化傷了是不是都有二次危險 那既然是親子空間 那更應該注意這些小細節 一個希望之秋 除了給小朋友娛樂的空間之外 也可以讓父母有一個休息的區域 雖然小朋友是跟父母之間要有保持一個 一定的距離 但是現在目前現場看起來沒有父母的一個休息空間 有家長呢 反映說其實這個牆壁這個矮牆有一個釘子 然後隔天我來看 然後就馬上跟工藝管理科講 那他們也立馬把那個釘子拿掉了 其實陸陸續續也很多家長會發現 這邊有一些問題 一座的意見我們帶回去 對不對 評估 那可以改的部分我們就先改 就比如說膠條 怕撞到有一些比較尖銳角的地方 那個我們像膠條那些我們就先上 對 安全一點 然後部分會刮手的地方我們就先抹掉 市府突發處回應 這些缺失都會盡快改善 讓孩子安全玩耍 也讓家長放心 記者 黃少鳴金融報導 謝謝